继去年11月在美国四场演出后 反弹少年团同事宣布了他们在12演唱会 Promation to Dance on Stage 12的日期 将于今年3月10日和3月12日至13日 在12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 3月10日和13日的演唱会将在线上和现场同时举办 让全球歌迷有机会随时随地收听现场直播 3月12日的演唱会将在现场和全球剧场直播 并作为一场特别的现场观看活动 这意味着该演唱会将在全球选定的电影院进行流媒体播放 为粉丝们带来神灵奇境的体验 据媒体报道 防弹少年团在过去的几周一直在为演出做准备 预计将在演唱会期间公开一首新歌 不过随着演唱会的公开 最近在韩国疫情涉取增长 现在日增已经突破9万人数的情况下 防弹少年团多名成员被感染后 金台虹又被确诊了 希望能够早定康复 所以让粉丝们很不理解 疫情这么严重 一场演唱会举办下来 会有多少个人感染新冠很难说 希望公司能够做好万全的防疫措施 保护好每个人的安全 爱的韩社 Merry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订阅和订阅哦